哈喽大家好,我是一瓶如戏板铃匠,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姨女游戏叫做《我就是要红》 是不是看到这个配图再加上这个名字就给人一种很浓厚的俗套的经典的娱乐圈爽文游戏的那种感觉 那你其实有的时候呢大俗就是大雅 我经常觉得就人生已经如此丧了,是不是 你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爽文来让你去,对吧 不要永远的成为一条闲云 OK,所以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个我认为在这种娱乐圈爽文里面还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姨女的文字类游戏 在我们这个闪逸,闪逸的这个平台上可以玩到的啊 我就是要红,OK啊,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剧情 OK,第一章,听这个音乐就给人一种突然间浓厚的治愈气息 你从梦眼中惊醒,慢慢睁开眼睛,麻烦地看向周围 啊,这是病房 全微美容整形,嗯 专业整形20年,值得信赖 所以这个女主怎么感觉她被卷入了一场阴谋当中 你的大脑轰的一声似乎炸开了 正,正容医院 随着还钻心的成统,哇,女主已经 女主已经被整成了一个生化人 啊,嗯,嗯,定没有 脸上火辣辣的痛,就像被硫酸腐蚀过一般 把禁毒的利刃直插心脏迫使你完全清醒 啊,对吧,就 啊,我,我整容了 你们感觉到脸上包裹的纱布贴着皮肉带来剧烈的撕扯感 似乎将整张脸都扭曲了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解说充满了激情 非常的违和 哇 被纱布包裹在个脸庞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最后的痛苦成千倍万倍的袭来 无法忘却血血血肉飞进 哇,好血性啊 女主果然是被人暗害了 是他们害你毁容,害你摔下山崖 你陷入了回忆,回想起出世的那一天 京都八七影视基地古装戏外拍剧 玲珑王妃拍摄现场 玲珑王妃是一部反穿越题材电影 那女主演虽然不是一线明星 那也算得上是就是流量,流量小花嘛 但是你是这个里面的恶毒女配 就是各种危险爆破戏都得亲自上 贺小琴,你还能不能拍了 导演此时暴跳如雷 我的妈呀,这个描述实在是太有画面感了 你弄不弄发,发自内心的表现得兴奋一点儿 开心点儿啊 穿越你这个角色虽然说是配角 但是戏份很刺重啊 你不演,可是很多人也演,愿意演的 最后一次的击费 这场爆炸戏拍不好这个滚蛋 换人,换银 你,你就是贺小琴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表现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兴奋 因为你的演技啊,好好实诚的 好实诚的自白啊 半个月了,还是无法从你好闺蜜遭遇车祸的悲痛中走出来 看来看你的班,却死在了开网影视机的路上 等一下,所以女主你是被人给针对了吗 可是你一个十八线 怎么会有人愿意针对一个十八线呢 天哪路 Oh my god 这是一个身杂啊 确实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女人 就这个美女的立会都比我们女主好看 哈哈 妆妆精着女人朝你走来 李云熙啊,李云熙 一看就是,对吧 经典的,在这种爽文里面的那种 以后会被女主踩在脚下的女人 小琴,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服气 但导演说你是为你好 导演的专业性不容置疑 还看看看我了表里表气的配音 而且,所有人都等着你拍一篇通过才好回去休息呢 大家通宵工作,身体可是会吃不消的 假装鼓励你,你要认真一点争取通过这条,好吗 看着他为善的对你缩叫你就死分恶心 拍摄拖到这么晚,难道不是因为他呀戏跑去其他剧组 才耽误今天的开拍吗 你,凭什么来说叫我 我自然会早点拍完我的戏份 啊,你怎么一点都不为剧组考虑 哇,好表 莫名其妙,你明明说了会早点拍好 怎么就是不为剧组考虑啦 啊,就就就就 就就就我就不要这个念这个表表的这个 女配的这个啦,我就过吧,直接过吧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游戏里的这个女配就开始对女主嗶嗶说教 啊,各种嗶嗶说教 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可让人无法接啊 简直了 然后一下子 片场的工作人员越聚越多 场面有些嘈杂 他们听到灵溪说你故意耽误拍摄进度对你十分不满 哼,他一个不入流的小明星还耍大牌 他不满意心中和戏份就不好好拍戏 害我们陪着他通宵熬 这也太过分了 嘿嘿嘿,真的是 哇,这也可以 但是我就不懂 就是在这种里面 为什么这种女主会那么针对女配呢 可能就是你知道现实生活中 有的人他就是drama queen,对吧 他就是特别喜欢衬托自己很牛逼 把别人踩在脚下 然后就这种白莲花 有毒的白莲花 但我不怕 我是真心为你好 为了全剧组好 哇,太屌啦 太能装了 这种,我觉得有这种演技也是 嗯,就是蛮强的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你往脸上涂了多少层粉 车黄造谣都不用不改色 早晚有一天 会把你伪善的面具撕下来的 哇,好表啊 在此之前 我会让你滚出娱乐圈 没有开口的机会 所以呢 你,所以你就把我们女主给推 推掉山崖了吗 这么狠吗 哇,娱乐圈这么危险 我 任无可忍 还是忍气吞声 站住 他听到那喊声 迅速回过身来 就在我的这个判断 现在你怎么选 应该都不会对结局有什么改变 因为你的结局就是会被推翻 像是你的回忆,对吧 怎么选都OK 半个月圈 你在哪里做了什么事 你心里最清楚 你和他一定会有报义的 哇,这个女主 你这么说完 你就死定了好吗 你知道人家的小舅舅 人家肯定会把你灭口的呀 天呐 你赶紧住嘴 迅速转身离开 进入灵溪视觉 陈静轩 三线小鲜肉 静轩 你猜得没错 昨天 他的确偷听到了我们讲话 他对我有很明显的敌意 我刚才刻意激怒他 他果然露馅了 真是个傻子 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个女的也不是那种 就是普通的套路心机女 人家这是有勇有谋啊 天呐 可是静轩 我现在好害怕 害怕他坚弄那件事 毕竟死的是他的 哦 靠 所以女主的那个好闺蜜 挂掉的阴谋 其实是他们两个搞的鬼是吗 可如果这件事被他曝光 我们再 哎哎哎哎对不起 刚才我不小心快进了啊 总而言之呢 就是 就是他们两个在那逼逼半天 决定要把女主给搞死 嗯 嗯 我知道了 一定会让他滚出娱乐圈的 静轩 和你的恋情 你准备什么时候公开啊 我们俩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不适合现在公开恋情 哦对不起 我怎么开始用女主 女主的这个 这个这个语气念男主了 对不起我已经整个人惊分的 有点懵逼了 反正他们就要去 就是靠这个爆破戏把女主给弄死 那所以女主就被直接被 action啊 就他直接被爆破毁容 是不是 忽然你感觉脚巨大的爆 所以他们等于是把那个 可能是把底下埋的炸弹的 那个位置换了 让女主直接能踩上去 哇 天呐 这个真的是 你的脸似乎要被融化了 惨烈的喊叫声 被爆炸声掩盖 被黑暗吞噬 所以我就掉 掉掉海里了是吗 就没有摔死 还被一个渔民救起 你颤头的双 抬起双手 摸向自己心血淋淋的脸 哇 天呐 好好好好学心啊 就是总而言之 就是毁容 毁得狠狠 哇 刚才这个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前方功能预警给大家 对不起 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此时的你还能信任谁呢 你小心翼翼避开爆破点 为什么还是会炸 导演和爆破师 肯定不希望演员出事 惹上麻烦 那是谁动了手脚 你能想到的人 只有李灵溪和程浸轩 他们要灭口 他们害怕你说出那场车祸的真相 所以你决定不能 你绝对不能再回剧组 落入他们的手中 然后就是 可你现在伤成这副样子 该怎么办 还要告诉家人 对我 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情 就是自己在外面受了苦 就是不敢跟爸妈讲 怕他们担心 可是报警 你也没有任何证据 小姑娘 你怎么不回答我呀 小姑娘 你咋不说发呀 你会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 你的心在狂跳 心里狂乱 慌乱极了 他们是在叫你吗 羽明正准备张口 听音声 你赶紧阻止了他 千万不要音声 大伯 大白 您的授极 能借我涌一下吗 拿到手机 看着拨号 键盘 执一了几秒 决定 嗯 那个人 那个人是 嗯 而且我感觉这是 啊 重要男主之一 看我猜对木油 他的冷漠和狠觉 你遭音领教 你看看 你们看看这个描述吧 是不是那种 经典霸总 经典霸总的那种人设 那心里叫着万分 不知道电话能不能接通 心砰砰跳个不停 这边 接通了 喂喂 是我 贺小琴 说完了吗 滚 卧槽 太他妈爸总了 别挂 我有事说 我知道 萧萧是谁害死的 你知道的 我能不知道吗 可 你就不想报仇吗 对不起 我知道你 哦 所以这个是萧萧男朋友吗 是萧萧男朋友吗 所以他可能不是男主 如果不是萧萧 你根本入不了我的眼 那可能确实不是男主吧 一个高高在上 不可碰触的人 哦 或者他可能是 萧萧的哥哥 就是女主闺蜜的哥哥 或者弟弟 或者类似的 所以他可能还是男主 哈哈 看看我猜的 对不对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我被他们报复了 我毁荣了 甚至有些不耐 甚至有些不耐烦 果然是一个冷血无情的男人 从不做自己 从不做自己对无益的 嗯 这里好像自写串行了 我还以为是自己看跳呢 从不做对自己无益的事 你喊出来 我手里有他们害死萧萧的录音证据 你最好别让我死亡 好 待在原地 十分钟后会有人接你 这么牛逼 你还不知道 我的地址 所以就是 哎呀 这年头嘛 对吧 随便通过电话都能追踪一下啦 大伯 你快撑船走吧 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见过我 你怕渔民大白暴露你的位置 赶紧催促他逆开 你躲在黑暗里 蹲下三子 反正就是在躲他们 哇 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描写还是蛮 蛮有代入感的 想撤着越来越近的叫喊声和脚步声 他还没有来找你 嗯 一束光照在你面前的一个大树丧 怎么办 马上就被他们找到惹 你环抱自己的肩膀瑟瑟发抖 你决定 主动走出来和他们面对面 继续躲着见观其变 愣着干什么 赶紧上车 啊 不是剧组的人 是林萧峰派人来接你了 你看你眼前的这个车 你让你觉得 哇 好开心 我得救了 你好 我叫鱼墨 太太子爷 什么玩意儿 这个 这个称呼 啊对不起啊 我没有什么意见啊 我们继续看 鱼墨二十五 五五五 五束高手 所以是保镖是吧 他这个发型特别像隔壁老王 那个隔壁老王洗剪 吹店里面剪的 众中 十几仔 练就 请拿手机 缘巧合下 跟随林萧峰 这个描述 怎么回事啊 好沙雕啊 经历曾在少林寺当和尚 太亮了吧 我的天呐 你好 你一张脸 换笑笑一条命 显然不够 太子爷饶不了你 你自求多福吧 OK 带到别墅区里面 穿着浴袍 哇 他这个描写好浴啊 我觉得通过这么浴的描写 我已经可以确定 这个人应该是男主之一了 不然一般人 不会给这种描写好吗 而且我也觉得 他可能是我们的 但这种游戏 也没有谁是正宫啦 但他 怎么说呢 就可能会比较阻碍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进来看吧 太子爷 太太子爷 我 你给老子滚过来 他抬起高傲的下巴 高傲的下巴 激高临下的看着你 视你为蝼蚁 没遇见虫之声 对不起我 再进一步 救世深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那种 霸道总裁文 反正有的时候我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看那种霸总爽文 虽然描述让人 时常的你懂得 对吧 但是就是看着很爽啊 太子爷 啊 好痛 我的脸 我的脸 哇 天哪 罗 你疼得快要硬借过去 甩开你的脸 命挺硬的 伤成这样还能活着 硬气很好 那 那口吻似乎在说一件品尝试 你的证据拿出哪 他只要他想要的东西 其他一概入不了他的眼 你一样 试着眼睛这个男人 精切领教到了他的狠绝 林肖峰黑道太子爷 他是黑道家族长子 人称太子爷 啊 就是那种 林氏集团的 名义上的总裁 但是 实则权力被家族中几位 舒伯架空有名巫师 可攻略 看到没有 大写的三个红字 可攻略 啊 看来我猜对了啊 OK 所以死掉的是叫什么 林肖肖 哦对 他死掉的闺蜜 是不是叫林肖肖来着 那就是他妹妹嘛 对吧 我猜对了 啊 这个剧情 可能就女主之后 如果要走她的线 就是要可能去帮她去夺权 这样子 昨天我偷盯到了 他们的讲话 李宁熙和程庆轩 进组后半个月就勾搭上了 剧主在调 郊区条件 监口6月1号那天晚上 反正就是他们 回层的路上撞上了 哇 这个男人 好吧 哪怕之后 他对我变好了 我觉得就这个地方 还是会让我很耿耿于怀啊 他等着道歉 不置可否 事发当天我就查清楚了 你也太小看太子爷的能力了 还用得着你好心提醒 就是能定罪是吧 是冷笑 不能定罪 你可能会被起诉侵犯他人隐私 听你说这些真的浪费我的时间了 那你有什么能定 对不起 我那个什么 刚才忘了存档了 我哭泣了 哇就这样 没有关系 我这里选错的 大家以后不要选错就好 是吧 让我 让我存个档 OK 嗯 为什么我点不上存档 哦好 存了一个 OK啊 然后我 返回 又怎么返回 诶诶诶诶 how to返回 我怎么返回不去了 大家 大家等我一下 嗯 在本地也存一个 然后呢 然后我返回 OK 嗯 怎么 怎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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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个小叉叉 我看这样 然后再返回 好了 你懂得多 逆索得都对 可你不敢真正为自己的请妹妹抱臭啊 你不是赫赫有名的黑道太子爷吗 为什么不能让凶手得到应有的下场 是你的能 能力 永远不要说一个男人能力不够好 这个真的是 男人的能力不容置疑 OK 面对你 历生质问 他眉头微微一揍 其实通过刚才我选的那个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林肖峰 他比较喜欢小鸟依人一点的女生 应该是啊 你别忘了 是你一个电话 让肖肖过去找你的 如果没有你那通电话 他现在已经在国外了 哪怕付出一切 我也要毁了成静兄和李云熙 我要为肖肖报仇 别再让我看到他 是太子爷 就像一条死狗好惨哪 你决定 一定要留下 你妈咯不了 终究被拖走了 不行 我就是莫名被戳到笑点 林肖峰视角 他昏倒了 手伤这么重 能坚持到现在也是奇迹 骨头应该很扛打 这是非常余默发言 很扛打 现在扔出去 估计不到半小时 就死相应该挺难看的 你们要不要这么诚实 虽然我知道这个故事很惨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想笑 想笑 他姐爷还扔 还扔吗 可还行 闭嘴于和尚 你再废话一句 我也把你扔出去喂狗 哇你这么暴躁 你爸妈知道吗 我对你爸死了 呃 我现在就闭嘴 我问你 在你眼里 我也是个不敢为亲妹妹 报仇的 哦我知道为什么 他刚才被女主激怒了 因为他是被他 术博架空了实权 所以他想报仇 他也没办法 明白了 我现在可以讲话吗 你是来搞 搞搞笑的吗 鱼墨 你再扯淡 我就把你剁碎了 喂狗 组里那几个老和尚 已经老 什么老和尚 老头子 警告过太子爷 不要惹麻烦了 集团正在争取 海城那块地 成静轩加 成静轩应该是 嗯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人啊 海城的背景 太子爷该清楚 如果动了成静轩 那几个老头 不会让你好过的 不过 只要是太子爷的决定 我都支持太子爷 你准备怎么报仇 不能动他 那就留着他 慢慢玩 直到玩死他 行吧 你好像很屌的样子 嗯 这是一条毒蛇 你想出什么阴遭了吗 把他脑脑袋上的假发 哦所以这个 和尚脑袋上的 那个假发呀 所以这 这就结束了 好的吧 嗯 我没有死 海城容了 那林肖峰把我扔去 扔 词都堵不利索了 扔出去之后 到底是谁救了我 我没有死 呸 为什么我就一直 卡在这里了 你认为是林肖峰 好感度 终于救回来了 救命 你出发了好感提示 尽可能增加林肖峰好感 避免他的好感度降到最低 但偶尔的反抗 也会有惊喜 偶尔的反抗 就是那种 你引起我的注意了 女人 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系列吗 笑死我 哇 天哪咯 我知道了 这个林肖峰是喜欢什么东西的 呸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了 经典霸总 经典霸总款 嗯 果然是林肖峰 除了我 还有谁能救你 你不是把我扔出去了吗 扔了的垃圾捡回来 好毒蛇的霸总啊 修补一下 还有一次剩余价值 什么 你说我是垃圾 五十万 五十万能整容吗 我不知道诶 市价五十万能换一张脸 其实我觉得 嗯 好像 嗯 对那对于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就很值啊 这个花销 林肖峰 到底想干什么 你再敢 在我面前放肆 我现在就拆了你脸上的纱布 就像分解垃圾一样吧 你这么暴躁 真的 你太暴躁了 作为霸总 你应该更加的喜怒 不形于色 好吗 真的是霸总的修养 对吧 你建议回去再修一下 太暴躁了 你这个阿库马 请在此处存档 好的 感谢提醒 啊怎么存档啊 怎么存档 我在这儿存档 存储进度 OK 你决定 必须维护自己最后的因缘 尊严 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 刚刚有人跟我说 要适当的反抗 是不是 阿天哪 我听见 我听见这个声音 好像是好感度下降了 哼 算了 先看完吧 要不然我那个啥 大不了 再来一遍嘛 在我面前 我个性就是找死 记着 听话的狗才有 饭吃 对不起 好像没有加好感 来 让我读个尽读 屈服于他的淫威下 果然 就是这个时候 你只能识去了 哎 这个真的是 有求育人也没有办法 听话的狗才有饭吃 看一下这个很精彩 沉浸 林轩和林西的采访视频 天哪 他们在我家 天哪 好假 好表哦 专访哪里轮得到卧牙 就这个人 简直了 我的妈呀 太能演了 我的天哪 可是这个话筒 好像并没有移过去呀 哈哈 天哪 不就是你们俩 把他害死的吗 你们俩怎么 哇 这么不要脸呢 太不要脸了 这是谁的骨灰 还有基金会 简直 我的妈呀 太虐了 我特别受不了这种 就是会戳爸妈心的 这种剧情 我觉得 因为我就是 一牵扯到父母 这种事情 我就会特别容易 不开心 特别容易难过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是想死的 再难看点吗 你已经死了 你这个人已经挂热 你没有退路了 必须听我的 我有能力让你再死一次 我的天哪 就现在的女主是一个 此处该存档 肯定是乖乖听她的话啦 我也不用存档啦 对吧 我已经很懂这个男人的套路了 OK 就现在这个男人还是一个 暴躁的人渣 所以我不可以惹怒他 你要做的就是一条听话的狗 你要报仇 我可以帮你 还会给你全新的生活 但你要绝对 服从于我 但 就是 算不好意思说 但是我总觉得 就这种剧情 玩的还蛮爽的 真的 听清楚了吗 别再试探我的底线 我听清楚了 以后永远别在我面前流眼泪 你赶紧擦干额眼泪 对微的呛个努力 微微诺诺 颤颤微微的站在她面前 怕她的某一个皱眉 怕她的每一次冷笑 甚至害怕她的呼吸 把这份文件签了 现在你改名叫林念心 你也姓林了吗 哇操 这个已经 已经是一家人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为你开了一家娱乐公司的 霸道总裁 西里奥 太尼玛了吧 虽然剧情好像很那个啥 林念心就是你 跟你姓 跟我姓 不好吗 哇这个 你这样说话 很容易让人误解呀 这位总裁 你害死了肖肖 你得代替他替我做些事情 林念心这个名字将会时刻提醒你 一颗复仇的心念念不忘 OK 好的吧 所以这个男人 他赋予了我心声 赋予了我名字 赋予了我人生的意义 是不是 好的吧 我知道了 你心里有私不舒服 既然跟着他信 也不代表是他的人 他别想时刻控制你 现在 牵制 三十年 所以你被男主包养 呸 你被男主养三十年吗 你看甲方负责 乙方一切生活费用 但是是免费 免费为他工作 完全服从 完全服从 各种就是霸王条款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不想被气掉 你就好好听我的话 记住 没有我 你 什么都不是 肯定是 我存 哎呀 我本来想存党的 不好意思就给签了 好吧 不过这个时候 就基本上你要服从就好了 他不让你哭惹 所以不能哭惹 是一个将名利 无限放大的斗兽场 依你现在的能力 还不够资格上场 七天后安排你出院 接受特殊培训 好 你要龙胸啊 大哥你要说的这么直白吗 难道我现在的胸不够大吗 我又想笑了 让我先存个档 龙胸不太好吧 你决定 OK你终于有自觉性了 所以回头 对 你要是嫌我的胸是假的 那也是你自己做的好吗 大哥 看都没看你一眼 慢着长腿就推门离开了 就这个时候 这个男人对女主 确实是丝毫感情都没有 就把他看成一个工具 完全是把他看成一个工具的 进入林肖峰视角 IVE娱乐 IVE娱乐是京都国内 就很牛逼的一个娱乐公司 就是基本上可能就是娱乐圈的大牛吧 我们要抢在IVE娱乐公司 我们要抢在IVE娱乐公司之前退出新人 你确定我们一个新公司可以跟他们battle吗 所以我们得用一些非常手段迅速让林念新博出位 天呐 你确定 哇天呐 男主为了女主 博上了所有的身家 天呐 我突然感动了 我相信的从来只有我自己 他不过是我手中的一柱筹码随时都呵呵 你少博多 除了靠运气还要有战术 你要赢谁啊 滚去 嗯 嗯 这话你就这样对你的下属吗 这样真的好吗 无论有什么办法都要把陈姻挖到我们公司来 陈姻是IVE的金牌经纪人 所以最后女主会有陈姻这个金牌经纪人 带她了吗 这么爽 那就逼IVE解雇她让她主动来找我们 愣着干什么 你想让我把你踹下去还是自己滚去 你这么暴躁吗 你这么暴躁的吗 天呐好惨呐 整个人就是 我就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整容之后六天就可以接受剧烈的培训吗 还刚龙完胸 六天就可以去接受这种激烈的各种训练吗 不会整个人那个什么 那个断掉吗 我就随便那么一锁 也不知道你死亡的事还如何发酵 林肖峰也一直没有再出现了 你决定去走廊吹吹风 希望可以吹进你的三千烦恼丝 快刷微博 热搜前三都被我们家靳轩承包了 我们家靳轩爆红了 我看了你们家靳轩是不错 可我对李云西陆转粉啊 这小姐姐耿直的很 天哪路 哇 就是 现在的这个剧情就是 你把女主先打入谷底 让她一切一切都失去 然后最后再从谷底爬上来 出发了逆袭属性直提醒 只有逆袭数值条满直 才能拆下纱布 重合娱乐圈开始复仇 OK 你倒看他们是怎么电到黑白的 一群漂亮小丑 是怎么寂静附体的呢 拿过了女孩的手机 把微博点开 哇 他们砸了很多钱呢 点击一下这个 我点击了话题 起得浑身大抖 毫无尼玛 女员心啊 个人付出要原因 简直了 还要提前上映 天哪 这些人为了钱 什么都能做出来 你的死成就了 成金轩和李明熙 让他们一夜爆红 还给剧组机会炒作星系 死掉你一个 不入流的小明星 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根本没有人 嫁营的死因 手里数着钱 心里咒你死得好 你心里无比坚定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不能让他们好过 哇 就是 这种逆袭爽文 真的棒棒的 你最担心你爸的身体 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良知 就别再利用你爸 言戏了 哎呦 你放心 他爸还没死呢 你干嘛关心他爸 别整得 鹿粉黑转换不过来 把自己搞成精分 小心的偶像 人设崩塌 你这女人 说话真毒 看起来不好者 能在这医院做整形的 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这些脑产粉 真是占着人穴吃馒头 还不顶饱 哎 其实这个确实是 有的时候娱乐圈 微博上很多利器 特别重的那样一些 就是乌烟瘴气的粉丝留言 看得我也特别 哎 真的有的时候造谣 一张嘴啊 真的是 你无法去告爸爸 呸 你无法去见爸爸 没法告诉全世界真相 轻叹医生 扶着懒肝 回到了病房 第七天 今天就是你出院的日子 林肖峰还没有出现 走吧太子爷 让我接你 要去哪里 开始你的特殊训练 为期七天 练狱的大门 已向你开启了 练狱 训练 这是那个挖来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陈英是不是 爱恩恩 不是陈英 是爱丽 资深表演艺术家 法国 ESRA高等影视学院 博士导师 回国后 国内娱乐公司 均以高薪向药 叫我爱丽 现在开始训练 你看你眼前 这个强硬的女人 还有些 搞不清楚状况 你决定 听她说下去 要努力完成 要努力完成 爱丽布置的任务 第一节课 面部表情管理 可问题在于 我现在她妈 纱布还没拆 怎么她妈管理表情呀 但是 李宁熙的面部表情管理是更好的 弱智吃傻的印象 实际上她是走知性高质上旅行路线 所以人设崩了 眼歪口鞋 完全暴露了下巴短肥的缺陷 给人一种油腻修正之感 她不是秦远远吗 不敢相信 她被抓到了这样一张 看了要大人的照片 哦 我的天哪 露 双眼无神呆滞 透露出一丝不耐烦 下巴微扬 略显高 哇天 胸中憋着一口气 现在说出你的感想 肯定你是要好好上课呀 有关 哇有关明星丑照的输送 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 哇学习了 产业链 上游和下游是怎么操作的 视野CY网站旗下有一条 有一批摄影师专门拍摄明星丑照 不靠PS全屏抓拍 因此照片真实度高 竞争对手要抹黑你 会向这个网站购买你的丑照 用途多样 同样 你的公司为了维护你的形象 也会高价购买 简直了 啊这个这个 不知道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 现实生活中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你说话太直白 出席活动要注意面部表情管理 演戏更是如此 一身之戏在于脸 一脸之戏在于眼 可悲 你整容已经丧失了靠脸 即拉动面部做表情的优势 脸将不可避免 哇好 好你马呀 他肯定会认为你整容 就是为了拼命想红 留于表面 不努力提高自身 说到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我觉得我先存一下吧 就这个时候 我应该是要好好地想要 那个啥 就是表现自己要好好学习 麻着这张脸 迎着阳光盯着看 五个小时 这一张周巴巴纸 画这么 上面画这么多点点干什么 爱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竟然走了 完全不打算理你 才五分钟就有一些头晕了 而且阳光很烈 你眼前一黑 差点晕倒 脸上的伤口似乎被阳光灼伤了 一阵阵隐痛 这纸上的点点都糊成一片了 能看出什么呀 你先盯着 看了四个小时 突然你没站稳摔倒了 纸也飞出了窗外 你爬起来干净接出那车 哇吓得我也一击零好吗 终于发出了纸上的玄机 你有什么体会 停在 此处存档 我觉得应该是定眼 只看到其中 那一颗 硕大的黑点 肯定是神采意义 十分有力量 啊 说嘎 这会是一个令人迅速记住你的特质 好看的皮囊 注入灵魂才是真正的美妙 明天继续训练 跟我走 剪裁得体的西装 你慢慢的朝他走去 我会换一个比你想红的人 OK 你就是他的旗帜 不能有任何多余的停屈 否则我就挂乐 分开 送他去我三环的公寓 他的公寓难道还有你和他 以后 女主你真的想太多了好吗 想太多了 OK 你真的是想多了好吗 你这脸上都还没有拆线呢 想个屁 OK 故意的 我觉得这个莫峰哈 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攻 法拉利 受不了我要吐了 等下一个路口 啊 我好难受 然后就吐了 你找死 我发现这个就是 女主吐在男主的车上的这种剧情 好像非常的眼熟啊 就是 没什么 继续看 哈哈 我还想特别靠近我 不行 我要笑死了 我先 再存一个进度吧 哇太好了 这里的存档都是免费存档 哎 存免费 好棒啊 不行 我好像得 读一下 哇 你一边好感度上升 一边对女主这么暴躁的嘛 踩着你的尸体上位 不知道他们晚上能不能睡得着觉 你们欠我的 我会让你们加倍奉还 害我的 我会让你们万劫不复 喊完了吗 女风只 你干嘛泼我冷水 我有一颗复仇的决心 不好吗 其实女主刚刚那段还蛮中二的 你在喊大点声 是想被送去精神病院吗 你转身 看向四周的人 果然他们的眼里也万如智障 哈哈 冲动了 冲动了 你现在是灵念心 不是贺小琴 有的是机会见面 你必须放下贺小 嗯 说的特别对 如果不能冷静面对 你的下场会比以前还要惨 难道真的要 真的让我忘记 以前的种种吗 纠战雀巢 什么意思 你懂吗 比喻强占别人的位置 你不明所以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杜鹃能侵占成功 是他可以善于伪装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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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本 真的写的还不错 这个游戏真的不错 挺强推的 其幼鸟更为卑鄙 一惊孵化 就会杀死所有的 芦苇鹰幼鸟 更有趣的是 芦苇鹰如果识破杜鹃的伪装 杜鹃会对其赶尽杀绝 这就是被拒绝后的报复 你不可思议的 看着他 他这话一语双关 天哪 男主 你说话 好有水平 暗夜里的王者 微微垂下的 眼睛带着极致的神秘和阴沉 天哪 天哪 文笔可以 所以你一会儿让我滚下去 一会儿让我滚回来 你斗墙让我怎样 我是你说让我滚着滚的吗 真的是 第三章了耶 啊 这个是在北京啊 三皇旺金是吧 富人区 名富其词的豪宅 我觉得这个立会 好像不是非常豪宅 原来你在想这件事 你真的 我觉得女主 你真的想多了 你这脸不拆线 你能干嘛呢 还是存一下好了 看来刚才我是需要反抗一下 是吗 那让我反抗一下好了 好像这里不光选啥 都那个啥 都都没什么 那我还是选那个 不太激进的吧 啊 洗澡 你就不能回家再洗面 啊 好吧 嘴巴好痒 是怎么回事 你想多了 要不要这么真实啊 一只蚊子可还行 哇 女主 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喜欢上林小峰了 好吗 为什么你老在歪歪人家 又是歪歪人家想牵你 又是歪歪人家想偷亲你 啊 你这样 你这样也太没有 嗯 对吧 你太没有底线了 好不好 他应该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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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一个 钥匙银行卡 一部手机 这个应该是我们女主的新身份的东西了 点击图中的手机 点一下 训练还剩六天 如果你没通过合同终止 嗯 女主终于开始有点感觉了 第二天 训练眼神的情绪表达 他强壮的胸肌最吸引你 你该如何用眼神表现的用意 哇 这个技能我也想学会耶 琪琪姐姐也教教我好吗 这个呃 胸胸肌 请在此处存档 我觉得好贴心啊 每次该存的时候 他会 就是让你去存一下 还挺挺好的 应该怎样呢 妈呀 好尼玛南 刚看不能碰 痴迷又胆怯才能拔好肚 天呐 所以我刚刚是过了吗 我过了吗 我过了没 靠 我好想赶紧拆信 赶紧拆信 看我到底被整成什么样子啊 把一个文件夹 递给你考核演技 有剧本大纲 了解吻戏和 嗯 吻戏和床戏 这么刺激的吗 倒是抱着旁边 住得起 我觉得应该是女主 可能他们为了让她 直接上位 可能会议上来让她 接一个比较大尺度的篇 对吧 嗯 不过说的很对耶 同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古代重生复仇大戏 哇 不是正适合女主吗 这应该就是女主 之后要去面的那个 电视剧的女主的配 面的那个电视剧 要拍的那个角色了 哇 这也是一个经典 庶女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那种 庶女复仇 重生文的一个套路 用尽手段成为星 黄虫飞 哇 好酷啊 女主太适合 太适合演这种剧了 哇靠 她霸卦了 她霸卦了 我的天哪 哇 好虐心啊 我特别看不了这种 牵扯到爸妈的这种 虐心剧情 好虐啊 啊 可是你忘了吗 你不能在她面前哭 好冷血 我靠 太冷血了 我爸走了 我一定要去送她 这个真的虐心 不准去 建议 有必要告诉一个死人 你没死吗 哇 女主 你怎么这么刚 女主 早打 哎 真的 其实我觉得男主 他可能唯一在乎的 只有萧萧吧 我猜男主 他从小就是和他妹妹萧萧 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长大的 所以就是感情特别的深厚 萧萧在女主之前 可能是他唯一在乎的人了 好霸道啊 五十万 买女主 一辈子吗 天哪 女主 你 你好 你好气魄 我觉得我得存个档 没地儿存了 开始从 从这儿开始存 我的脸和胸都是整 但我的心没整 肯定是 要接受考核啊 我觉得你直接去看你爸 你可能就game over了好吗 哎 好泥满 还要表现更深层的恨 明白吗 鱼墨 我操 鱼墨是 真的要问啊 太太麻尴尬了 男主 你之后一定会后悔这一天的 你会后悔的 我乃少林子弟 怎可破戒 我笑死了 怕你回少林寺 好好照顾你 笑死了 他是个和尚 倒是有气 你忘了你这个成因 我找一个人先试试 于是 只能林肖峰和你对戏了 开始 天哪 你 存储一下吧 还是 哇 好尼玛读 女主 你不觉得林肖峰来给你搭戏很配吗 就是你那么恨他 你还要表现的 你爱他 这个 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演戏啊 来吧 女主 觉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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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肖 你 呸 林念心 你真的要改变了 OK 她的眼睛很好看 除了永远挥散不去的阴霾 还有几分耀眼的光彩 放肆清凉的月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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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女主突然间的眼控了一下 演得很好 考核通过 棒棒的 你就当 一切都没发生过 我觉得一切都没发生过比较好 OK 其实男主现在对女主还纯粹是觉得OK 这个工具挺好使的 挺顺手的 这样的一种判断 和鱼墨的速度一样快 说鬼 第四章啊 我们今天就玩到第四章吧 这一期 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情的前期铺垫 哇 要看我有没有到70 够啦 哦耶 嗯 怎么还是她 来一眼收成果 自然是重新整整的 卧槽 把你当捏娃娃了 她喜欢什么样就捏什么样 哼 半小时让陈寅在微博 啊 要开始炒作了 林念心 绝对是爆炸新闻 OK 女主 你要走红啦 哇 我觉得正戏 正戏要开始了 大家可以等我的下一期 当然啦 要是想完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提前去下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闪意啊 闪意APP 可以下这个闪意APP 闪耀的闪意人 呃 艺术的艺啊 嗯 可以在这个上面搜这个 我就是要红 嗯 稍 直接了当的问 还是稍后再问 哎 我现在都不敢 不敢瞎点 让我 哎 行 存个档 卧槽 你妹的 这个人 就是不能打直球 你就是要 顺从他才可以 薄如蝉蝉 笑死我了 这个描述 哇 整的还挺好看的耶 确实 好匠啊 那种匠匠的感觉 好妖 啊 嗯 为什么我在我眼里看的是 虚 在他眼里看的是妖妹 哦对了 他是要走性感女性路线 对吧 很好看 完全就是女神 主要是一点都不像网红脸 美得很有特色 美得甚有风情 又看到了波涛汹涌的胸上 哇操 这个胸真的很大 我觉得目测有D 有D-Cup 好吗 这么大的有些 很真实 你训练的时候 差点因为重心不稳 前胸铺地 天哪 女主 你真的很乐观 很有逗逼的精神 这个时候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你有没有想到 你的胸是龙的呀 如果遇到危险 这个胸可能直接 对吧 他就碎了 好吗 嗯 他姐也对我这样可还满意 你这话说的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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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暗不明的漩涡 夹杂着复杂的情绪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开始对女主动性了吗 不过是张假脸 哼 傲娇 那你的心没整 嗯 我还是 我还是乖乖 乖乖存档吧 我真的不敢瞎选 我们来猜啊 选什么 草 你骂子 对不起 我抱错了 嗯 对不起 此书应有消音 应该消音 哇 真的是 你好难搞啊 这个男人 你真的很机车 嗯 哇 曹 所以这个发言和刚刚那个 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 所以 哦 我知道了 所以他是喜欢妖娆 妖娆挂 她是喜欢相爱相杀卦的 男不说喜欢男色啊 你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 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嗯 明白了 脸外变形 我要在内地女星影响力排行榜上 看到的名字 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怎么可能 哇 反正就是 要他在两个月之内 大火走红 我最讨厌别人说 不行和不可能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必须入榜 我能把你捧高 也能让你摔得粉身碎骨 你毫不怀疑 你毫不怀疑他说的话 嗯 所以刚才我那个地方是不是应该 什么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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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 我稍微快进一下 快进到下一个选项 诶 怎么快进 啊 我不会快进了 嗯 乖乖点吧 是刚刚那个选项啊 刚刚那个选项啊 选另一个 啊 哈哈 提示很绝up 现在可以查看现在这种属性 我就知道 就现在女主 她在转容前就是要做低服效 在转容后 她一定要夭壮美艳 有机场 可以可以可以 你消风 是幕后推手 也将神音 对的呀 聪明up 嘿嘿 看看娱乐却有什么新的报道呢 点击下个剧情图中的物品 找到遥控 这不是吗 不很明显 哇 这个游戏做的还可以耶 就这种各种内置的动画什么的 但管理层属于我的风格 十分汽车 哇 陈寅这么快就同意倒戈了 哇 这么霸气 那就重点关注她吧 哇 牛逼 我好喜欢这个陈寅啊 好霸气 我特别喜欢这种霸气 霸气的小姐姐 嘿嘿 真的很棒 就我们的这个选项分两种 一种是加个人属性的 一种是加好感度的 嗯 差不多 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 到下一张呢 我觉得这一张好像差不多要结束了耶 李芸汐 成近深 我来了 OK啊 今天 嗯 今天就这么结束了 这是啥 183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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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种 我看这种电话 我肯定就挂了 因为看着真的很像 广告电话 哇 点接听按钮 这么 这么神 这陈寅啊 演要 路四十五号 半个小时后 我要见到你 这个游戏的这些动画什么的 做的都还蛮棒的耶 触摸什么的 都很棒 根本就没有这个 演要路 演乐路 演要路 哇 笑死了 这个口音 笑哭 你们是VIP鬼兵啊 你不能进家 太牛逼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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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突然间的逆袭 我觉得 你还是得去跟他打招呼吧 因为 你们的时间很紧张啊 打招呼 肯定是 你得让他看见你 不然耽误事了 怎么办 带出的一人步伐 哇靠 脾气火爆 哇 看来不能惹他 所以哇 真的是 一上来就是一个考验 可以可以 说的很对 这个游戏真的有点意思啊 就是经常他的很多梗 其实设置的确实是 我觉得还挺 挺巧妙的 对 是脸水还是龟蝶蝶蝶 我的妈呀 好多辣 一眼就看出我有微调过 徐薇薇 他根本是因为擅自 卧槽 天哪 好血腥啊 发言 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吧 嗯 卧槽 怎么就气沙了 卧槽 我忘了 我忘了 啊 这个里面的现金也太多了 呵呵呵 重来啊 重来啊 嗯 我们快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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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快进快进 对不起 我 我刚刚忘记了我的戒律 这个游戏真的里面现金好多啊 太多了 以后 以后出了事 你自己待着吧 哇 天哪 陈英现在就是要带着她自己的怒火来帮着女生 就女主一起复仇了 一起复仇 她是 她的目标是IVE 女主的目标是IVE的艺人 哇 这个组合简直完美了 天哪 10买热搜逼我退出娱乐圈 天哪 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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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真的牛逼 哎 我觉得这个游戏 编剧还是蛮带脑子的 还蛮真实的 这个游戏 真的可以可以 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会离开啊 好紫白哦 你和林萧峰是什么关系 我就努力要红 就是这种关系 哼 你是她的亲人吧 我的捧红你 把我都挂来了 可是砸了重金 哼 她竟然有能力查我的户投资金 还查到我老公那儿这么牛逼 卧槽 怪不得 哼 可以可以可以 林萧峰只会对你小气 原来啊 全拿去给别人了 心好酸啊 哼哼 来 哇 我好喜欢这种 battle的爽感 真的超级棒 二十分 六点整 发微博的黄金时段 哼哼 行的吧 大家都好厉害 我是 我就是零点心 我就是不滚出娱乐圈 你妹啊 我选哪个 我觉得这个 我就是不滚出娱乐圈 很刚啊 无敌八卦王在哪里 啊 这个有个回复可以点 呵呵呵 可可美 神助攻 应该是水晶吧 哈哈哈哈 有二十万粉了 棒棒哒 老司机一枚 你肯定是要想办法帮忙啊 静一下林萧峰视角吧 我们应该感谢 因为他对林 这个成因赶尽杀绝呀 所以他只能 过来去帮助他 去扶女主啊 真的 这玩弄全数 太子爷真的很可以 竟然是成因 成姐 既然都走到这里来呢 肯定是有事 要跟我说吧 哈哈 OK 所以就是他们两个 现在就是 姐妹齐心 是吧 好然啊 我决定给你打造 性情耿直的 性感女性人设 可以可以可以 一方面 性格上要体现出 反差 可以开些 不伤大雅的玩笑 表现可以随性一点 但总体要断的高冷卸 该怼人就得怼 也让粉丝觉得 你性情耿直 现在粉丝可未掉 你就得走 不寻常的路 哇 说的好正确啊 这个真的很真实 黑红并行 就看你能走多远了 加油吧 递给你三份资料 这三个女性 都是目前的 当红小花 与你的形象定位 很相似 果然就有李云熙 哈哈 你要我和他们 捆绑话题 还是竞争 应该是竞争吧 必须要使用些 哦 捆绑话题 等一下啊 我再回去重新选 聪明 呵呵 啊 太喜欢这个免费存档 免费各种读档的功能了 如果你取代他们的位置 你就最耀眼 所以现在 你要做一个山寨防品了 天呐 而且里面还有李云熙耶 天呐 这样真的可以 翻身吗 我 我 我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卧槽 你妹的 这必须要按剧情走了 捆绑炒作也好 做别人的影子也罢 只要能红 我在所不惜 好帅啊 哇 我们的女主好刚啊 处处都是风情 沾染着很绝的风情 直到站到她的头顶上 将她完全笼罩 习惯了在黑暗中前行的影子 还会有什么怕的呢 好酷啊 女主我要为你疯狂打抗 你就选她 因为我以后就是要把你踩到尘埃里面去 走她 李云熙 好酷啊 我会利用我手里一切资源帮你 你和李云熙的斗争 从现在开始了 我明白 我绝不会退缩 帮你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个背景音乐简直了 哇 他这里面这些图做得好用心啊 你们今天终于见到我本人了 当然是因为我美丽又有实力啊 我戴着墨镜呢 看不清 好皮啊 你这是大实话本人 说这话的捏恨更致 我还偏偏喜欢在娱乐圈里滚来滚去的玩 有兴趣的话就滚进来陪我玩啊 哇 这个 这个问题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捆绑在一起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你要怎么回应这个话题 存一下啊 我觉得我更像我爸妈 哈哈 那不行哦 好皮啊 这个回答 哈哈 棒棒的 李明熙 我期待和你见面 艾薇一没有拿出证据就拜坏我的名声 稍后我也会把律师函送到他们手里 看看到底是谁在撒谎 哼哼 哇 可以可以可以的 心理素质真的过硬 也许在娱乐圈里真假 真的不重要 我们会推出写真大片 哇女主 你要开始拍你的性感写真照了 Oh my god 我们念心 目的就是要登上May Y 9月的刊 刊的封面 啊 这怎么可能呢 可以的 你才是真正的老司机啊 陈寅 好棒啊 这个这个游戏里的各种动画真的不错 还有这个开车的这个动图 厉害了 啊 所以就是女主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要赢下试镜 哇 棒棒的 你会一夜爆红哦 一定要抢下这次机会 这是我们女主复出之后的第一场战役 今天是你的生日 确确的说是你的名单 那我先回去准备了 OK好 我们的今天 剧情就先进展到这里吧 然后想要玩的小伙伴可以去下这个闪溢的APP 啊 安卓呀 苹果呀 都可以下到 在里面搜 我就是要红啊 就可以玩到这款游戏了 目前我看好像主线应该是已经完结了 差不多已经完结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玩啥啦 嗯 我是一瓶入戏连利剑啊 会长期更新这一个游戏的系列 应该会把它去做完 就是如果说不想自己去费心神 去玩这个游戏 想要各种开进啊 之类的 或者说想要听到我吐槽的这个小伙伴们啊 可以收藏一下我的这个作品 这样下一期更新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进去看啦 我会把它全部做完的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